嗨大家好是科幻名不满 今天带来的是僵尸来袭 这是一部新鲜特别的丧尸电影 那具体哪里特别呢 大家看完就一定能强烈感受到 故事开始于一段差序 这是一个丧尸航行的事件 两位幸存者正讲述着各自的遭遇 男二号小黑说 丧尸爆发前一天自己正跟两位兄弟也赢 第二天睡醒 他便发现一个兄弟成了尸体 另一个则成了丧尸 他在逃不掉后打断了丧尸兄弟的腿 这让他满心愧疚 男主巴瑞听后也说了自己的故事 丧尸爆发的前一晚呢 巴瑞的女儿正跟朋友抱着电话中 内容无非是 他爱他 他爱他 他却爱着他的八卦 巴瑞自己像野蛮人一样 把宝哥打得整天想 妈妈则一脸嫌弃地吐槽他 一家人就这样显得日常而且温馨 这天夜里呢 巴瑞夫妇忽然被远处的咆哮声吵醒 女儿也害怕地告诉他们 厨房里好像有人 巴瑞赶过去才发现 那里站着一只丧尸 还好妻子和巴瑞互相掩护 两人成功干掉了他 此后巴瑞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从丧尸堆里杀出一条血路 驾车保护着母女俩逃向了远方 次日白天三人还在驾车前行 女儿越发浑浑沉沉 妻子想照顾他 不料呢他竟猛然变成了丧尸 妻子吓得下车 却发现自己也突歇不止 他知道自己也完了 用最后一次拥吻跟巴瑞走了告别 在拥抱的过程中 妻子也忽然失变 巴瑞只好先杀死他 又杀死了女儿 他本来还想自杀的 可钉枪刚好打光子弹 这让他一步崩溃 不知多久过后 一个好心大叔恰好路过 巴瑞悲愤的向他发疯 抢下他的枪就要自杀 大叔假装同意却偷偷打晕他 让他稍微冷静了点 等巴瑞再醒后 第一时间就是让大叔改道去一个名叫 布拉布拉的地区 原来巴瑞还有个妹妹 昨晚呢他和闺蜜们在布拉布拉玩 结果另外两个闺蜜忽然成了丧尸 他吓得给巴瑞打去了求救电话 之前巴瑞被妻女冲昏了头脑 现在才想起来要救妹妹 在前往布拉布拉的路上 巴瑞仍然对丧尸充满仇恨 他不光见丧尸就打 还命令大叔见丧尸就撞 不料撞着撞着 车子就坏掉了 两人之后赶上步行 然而谁又能想到 就在两人深入一处丛林时呢 大叔竟忽然被抱头死掉了 而开枪的人正是小黑 他还以为大叔是丧尸 一不小心开凑了枪 现在他后悔到直跳脚 关心询问大叔没事吧 但大叔显然已经有事到 不能再有事 事已至此继续纠结也没意 巴瑞一世和小黑组队 一起前进到了一座仓库 仓库里仍有活人聚首 但门外全是丧尸 巴瑞和小黑杀出一条血路 闯了进去 需要注意的是呢 有一头丧尸也跟着冲了进来 大家除掉他 让他的血洒了一滴 巴瑞来的时候 注意到门口停着一辆好车 现在便想问这的人借用 然而人们都说现在什么车都开不了了 他们为做解释 分别试着点汽油 甲醇和煤油 但没有一种点得着 看来是丧尸污染了空气什么的 导致全世界的燃料都失效 之前巴瑞的车坏掉 应该也是同理 既然这样 就只好长期宅在仓库里面了 大家闷闷不乐 纷纷从冰柜里面掏出啤酒和食物 其实啊 这里面还冻着一具丧尸 他嘴里还吐着一股仙气 他呢曾是仓库这伙人的朋友 事变之后 大家也不忍心杀他 就把他冻在了这里 大家吃喝抽烟之后 心情还是很郁闷 那此前不是有个丧尸冲进来 死后出了一地鞋吗 一个队员随手把火柴 扔在了血上面 不料竟引起了一场大火 巴瑞怀人大悟 只见他打开冰柜 趁着丧尸朋友吐仙气时呢 点一把火 竟真的把仙气点着了 原来丧尸们的血液和呼出的仙气 都能当燃料用 效果比气游还好 大家稍加动手 把丧尸朋友呼出的气 接入一个发动机 竟真的让他轰隆隆转了起来 大家喜不自身 准备把门外的好车给抢回来 他们各自撇上一身铠甲之后 和门口丧尸 断步相接 尽管大部分时候 主角们都占了优势 不过在把车带回仓库时呢 还是有个丧尸跟进来 并在死前 咬上了一个队友 大家悲痛的打晕他 然后把他也弄成了燃料 此后呢 大家又一起动手 给车子装上了最好的防护 几乎可以抵抗丧尸们所有的攻击 自从车辆出发之后 他们凭借着装备的优势 只要见到丧尸 就会消灭一些 再把剩下的当燃料抓车里面 这期间也会发生一些小插曲 比如啊 小黑撒尿的时候 会忽然尿出一个丧尸 把自己吓一跳 不过他们总是能化线为一 我也就不得赘述了 不过等到晚上时呢 大家明显发现丧尸行动 迅捷了好几倍 而他们的车子却发动不起来了 巴瑞思考一番之后明白了 原来丧尸们一到晚上 就不再释放仙气 主要只把仙气用在自己体内 所以他们的行动才变迅猛了 这样看来 大家只能等明早再启程 好在他们的车子防护坚固 大家可以在丧尸的包围中睡一觉 这一晚 巴瑞做了一连串的噩梦 接连梦到自己杀害亲的场景 他醒后看到窗外到处都是丧尸 不禁怒火中烧 愤然开枪 没想到这一枪竟把一个丧尸打着了火 熊熊大火随即燃烧起车子 巴瑞为了弥补过错 爬到车顶灭火 并在这个过程中和丧尸们展开了又一场近战 一切结束之后 巴瑞钻回车里 但车顶盖还没关上 一位队友伸手去关 刚好被丧尸咬到了手 这位队友急着取出了急救箱 可这箱里面装的竟然是啤酒 而他静止蹲蹲蹲了起来 还让巴瑞也一起喝 原来他自知早晚要事变 想让巴瑞开枪了结自己 喝酒正是为了壮胆 巴瑞满怀着同情 扣下了扳机 这位死掉的队友 也是最后一位从仓库里跟来的队友了 现在再次只剩下巴瑞和小黑两个人 而他们再次及时赶往布拉布拉 这一路上 他们刚好遇上一辆大卡车 开车的是两岸士兵 他们说自己刚从布拉布拉来 军方正在那里对阴性险的人做实验 巴瑞的妹妹可能也被带走实验了 军方之所以研究阴性险呢 是因为他们发现 人类都是受空气中的什么东西感染 才变成了丧尸 而阴性险的人都不会受感染 此前巴瑞其女都变成丧尸 唯独她没事 应该也因为她是阴性险 现在军人们说 自己就能带巴瑞去见她妹妹 她只要跟上就好 巴瑞满腹狐疑的同意了 其实这一切都是军人们的阴谋 他们想抓巴瑞去做实验 但又怕打不过 所以想出了这一招 那我们先抛下这条线 看看巴瑞妹妹的故事线 妹妹自从那晚 给巴瑞打过求求电话之后 一直待在仓库里面等待救援 一段时间后 真有一群士兵杀进来救走了她 不过这群士兵可不是好人 他们发现妹妹是阴性险 便把她抓去送给了一位疯狂科学家 这位科学家几乎变态的 拿一群丧尸做着研究 她最喜欢一边听音乐蹦迪 一边抽取丧尸的大脑 最后她还抽走一个丧尸的血液 把她注射进了妹妹的身体里面 让人意外的是呢 妹妹并没有因此而失变 更让人意外的是 此后丧尸样本们竟忽然机灵了起来 其中一个丧尸趁着科学家瞌睡 巧妙地摆脱束缚想袭击她 科学家猛然惊醒反杀掉了丧尸 不过另一个躺在单架上的丧尸 用某一灯枪 划到科学家面前咬上了她 科学家慌忙断臂自救 并想切开妹妹的大脑 继续做实验 然而她又忽然不受控制一样 先用电锯锯开妹妹的束缚 还把自己的枪交给她 能控制丧尸的能力 之前失控的丧尸也都是被妹妹控制的 而科学家自己后来也变成丧尸 开始受妹妹控制了 一切结束之后 妹妹逃出了科学家的实验室 没想到正好跟巴瑞的车碰了个正着 原来此前她并不是被关在了什么实验室里 只是被关在一辆实验车上 而刚才跟巴瑞讲话的士兵呢 开的正是这个车子 现在士兵们眼看事情败露 便向巴瑞兄妹开机火 双方开始了一场飙车枪战 不巧的是呢 巴瑞等人才刚逃出士兵追杀 他们的车就忽然停了 原来刚才枪战时 巴瑞他们的燃料丧尸被打死了 当然这难不住妹妹 只见她召唤来一只最近的丧尸 让她乖乖钻进车里 充当起了燃料 这时候士兵们有驱车赶来 一枪打中了小黑 主角等人虽然驱车想跑 无奈小黑伤势不允许 只好停在一处树林里面 此时那两位士兵已经喊来他们的军官 还叫来了大批的增援 巴瑞等人抵挡不住 最终集体被俘 军官下令把巴瑞和小黑的胳膊拴在车上 并打算砍下妹妹的脑袋 带回去做研究 不过呢 此前小黑就曾在车底 暗藏了一个锋利的回旋标 关键时刻 他用回旋标切断胳膊 冲出来秒杀了几乎所有的士兵 虽然说军官仍然活着 而且还秒杀了小黑 不过妹妹趁着机会号令大群丧尸杀断了一几千 他觉得自己优势很大 命令军官放下武器 否则就让丧尸群吃了他 那在一般的电影里面 这种狠话都是管用的 不过本篇显然不一般 所以军官句不听话 还一枪打死了妹妹 受他控制的大群丧尸也一并倒下了 巴瑞怒不可 先入回旋标打掉了军官的口窥 又发誓一定要手撕他 没想到军官听后呢 竟然真的放开巴瑞 同意他跟自己单挑 这也太自信了吧 事实证明军官确实有自信的资本 巴瑞很快就被他打得物力招架 不过巴瑞的车里还关着一只燃料丧尸呢 军官一不留神猛地被他吓了一跳 虽说他立刻崩掉了丧尸 但他自己也沾了一脸的血 巴瑞抓住机会点招一根火柴 军官还不知道这是干嘛 下一秒他就整个脑袋燃起大火 仿佛变成了恶灵骑士 巴瑞捡起手枪准备枪军官 可他再次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因为妹妹居然完好的从地上 他控制的丧尸大队也是一样 这么看来妹妹被注射之后 应该也是具有了丧尸的特性 如果不是脑袋被击中的话 也是死不了的 现在妹妹就履行自己曾经的诺言 真的让丧尸群吃掉了军官 从此之后巴瑞和妹妹开始到处拦截军车 他们会先以自己为优儿 再从路旁召唤茫茫多的丧尸伏兵偷袭 电影虽然没有明说 但我们仍能猜出 在整起病毒事件中 军方都是一个很大的黑手 巴瑞和妹妹也算成了阳山吧 感觉这真的是一部充满意外和反转的电影 我自己都记不清 这期视频里面用了多少次 不料竟然和没想到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粉丝 咱们下期再见